17. 萬寶周刊 內行人與外行人的競爭 2015年7月13日財富中國008 No.1132 鄧方熙 L.V. 集團要做中餐料 中國人對奢侈品近乎瘋狂的景象也許不復見 土豪門用皮箱買名牌包的誇張情況也漸漸消逝 L.V. 一直以來都是中國人奢侈品牌首選 但近期國際研究資料顯示僅有百分之十八的不 上 港人民認為L.V. 是他們奢侈品的最愛 三線城市也僅有百分之三十八 最希望購買Project的受訪者已經超過了L.V. 受到中國富裕人士品味的改變 以及眾多奢侈品牌的肉血競爭 曾經兼負集團金雞母任務的假大區 2014年度成了集團唯一負增長的市場 且的細迅速加大 L.V. M. H. 集團如果幻想繼續參與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項 就必須殺出一條血路 於是L.V. 居然從時尚界的內行人開始做起中餐的外行人了 雖然高大上的名牌包與大火爆炒中餐的畫面極度不協調 但面對競爭,如需成功,就必須至剛 2014年透過旗下基金 大手不斥之一億美元收購了緋翠餐飲集團近百分之九十的股權 緋翠集團總部位於新加坡 全亞洲共有一百多家分店 2002年進入中國約十三家分店 在中國的運營每年保持百分之二十的高增長 無法自信上週才吃到的叉燒包、蘿蔔糕 居然是L.V. 的了 行業改變了、競爭格局改變了 顛覆成了趨勢、跨界成為必然 阿里巴巴不但是電商、還造了支付、百度材料搜索 還造了外賣、騰訊不止有微信、還開了銀行 小米不但手機牛、也賣營場線、幫稱 空氣清淨機、看了一下 自己用的營場線早已不是公牛 中國之名插座品牌、不是非離譜、不是西門子、是小米 空氣清淨機也不是Honeywell、Gluet、還是小米 除了品質好、從用戶角度出發設計產品 顛覆了原有的大品牌、外觀設計更美觀而簡潔 而且最可怕的是,價格只有一半 電腦發燒有門還記得需要花錢買殺毒軟體的年代嗎? 從其撫360的免費殺毒開始 增幾何時中國第一的瑞星收費殺毒軟體已經無人再說起 網路遊戲、手機遊戲火爆的現在 還記得增經伴隨我們成長的任天堂 超級瑪麗、Dame Bay已經被歸類為華舊系列 增經購買家電的蘇寧、國美三、C 大賣場則早已被網上的精通秒殺 改變廣大中國人之負習慣的不是國家 不是銀行、不是信用卡公司 而是阿里巴巴 從網上購物到了實體門店支付 除了淘寶購物全部使用支付寶之外 現在婆婆媽媽們到實體的家樂福買菜 不用現金、不用信用家 也可用支付寶了 完整精彩內容,長見萬寶週刊 1132期 全國便利商店及各大書店均有反壽 他們現在馬上購物 她發動了 很快 我們兩打擾 超級瑪斯 電気